雖然我在澳洲出身 但是我是中國人 喔他想要講這個就對了 然後我就覺得 呃... no 對不起傷害了你 傷了你的感情 我聽見有個聲音 是玻璃心碎一滴 歌還沒有出來之前 我已經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然後我已經打算 不想要去那邊工作 若是淚光和力量 我不想再去抵擋 面對希望 抵著光 感覺愛存在的地方 一直住在我身旁 我以為我很後退 但我證明這份愛都都不對 每對著你如此是黑 忍住疲憊 睜開眼 打開窗 才發現你就是狂暴 台灣地區在 你們就坐在那 然後我就會覺得 什麼意思 因為我中文不是那麼好 所以我對那些比較敏感的字 我不太懂 就是我會覺得 喔是地區 對然後我們就會被 他們就會說 喔你來這邊覺得你了不起嗎 主要是也是因為 我們最後有一些很誇張的要求 像 他們會希望我們簽名 簽百職 那我覺得說 我爸媽從小跟我說 不要亂簽東西 Right 就是你爸媽要先看過 沒錯沒錯沒錯 那我就是跟他們說 這個是for什麼東西 那個人也不知道 他說你簽就對了 我說不好意思我沒有辦法簽白紙 你可以給我看合約或是你要我簽的海報 我就簽給你沒問題 他就說你好難搞啊 你以為你在台灣過得很舒服你可以這樣 我說我沒有我只是不想要 隨便簽走對 然後後來他們也希望我上去有可能講一些採訪的時候會說 雖然我在澳洲出身但是我是中國人 喔他想要你講這個對不對 然後我就覺得 No I'm not like 對啊我覺得不合理啊 我 對我雖然就是我有 Maybe like我的Grandma Grandma的Grandma的Grandma的Grandma 是從某一個 但我不是我是在澳洲出身 所以我哪就是 對啊我認為我是澳洲人 像如果你在台灣出身你就是台灣人啊 那時候台裔的澳洲人 嗯啊其實我算是馬來西亞的嘛 馬來西亞裔的澳洲人 對所以我就覺得 就離中國超遠 那我覺得就是 大家看到這首歌 不要退好入宗 你說我 屬於你 別逃避 快回教育 一點都不能笑都讓你贏 不講道理 你要我 去說明 不可分割的關係 還要呵護著你一碎玻璃 對不起傷害了你 傷了你的感情 我聽見有個聲音 是玻璃心碎一滴 對不起失望太任性 這真話總讓人傷心 或許不該太失敗 或許不該太失敗 吵死敗 事不離心碎一滴 沒關係我還有IG 也還有FB 或許不該太失敗 唱失敗 I'm so sorry YouTube Trending 第一名 嗨 嗨 謝謝大家 想說就是 真的很開心 就是一天 YouTube的點閱率 可以破100萬 然後 就想要謝謝大家 還有我的好朋友 黃明志 還有就是整個團隊 超級謝謝你們 然後 然後 希望你們好 然後 不要害怕做自己 Don't be afraid to be yourself 對不起傷害了你 傷了你的感情 我聽見有個聲音 是玻璃心碎一滴 你不信使我太任性 唱這話總讓人相信 我是不該太失敗 超失敗 I'm so sorry You're only sexy 給我歌的時候 我就看了那些歌詞 我問我男朋友 我問我什麼意思 不換錢 什麼是鍋子裡 我還不知道韭菜 我還不知道韭菜 我還覺得韭菜 我還覺得韭菜 你也知道韭菜 然後 音樂影片 所以你那時候還不知道 你到底就知道你在唱什麼 他這首歌 就在講說很多 很敏感的人 他們是說你媽要死了 你媽要死了 嗨 然後 你們那時候有覺得說 這首歌是會很大爆發嗎 我們還沒想到 我只想到這首歌 因為我進去那個粉紅色的舞 然後我都覺得 我都覺得 因為我就是一個人 因為我就是一個人 我就是一個人 我就是一個人 你懂得從哪裡 我現在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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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邊已經超過十年 然後這真的是我的家 所以我只是以一個外國人的立場 去講我的感受 那我就會覺得 如果有得罪到別人 我會很抱歉 但是這就是我從小到大的一個教育 那我會覺得如果就是別人有可能比較害怕去發聲 或者是覺得他們找不到他們的聲音去講這些東西 其實我很開心我可以擔任這個角色 我覺得這一次其實歌還沒有出來之前 我已經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然後我已經打算不想要去那邊工作 因為不是很同意一些事情 對對自己personal的事情 那這個跟別人也沒有關係 也不是說去那邊不好 完全不是 這是自己的選項 自己的選擇 那因為活在這麼自由的地方 其實就是 我覺得我有權利去做這些決定 所以 就是非常謝謝大家這麼的尊重我的決定 共 IMAA 苍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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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